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看字 鸟看的看 看字的国语注音 看就是查看 如汉书《阳雄传》 东看目镜 而俯看就是低头向下看 或者居高向下看 如后汉书的《光武帝记有》 云居十余帐看林城中 这是说竖起了十多帐高的云居 俯视那座围城的形式 这种俯看的工具云居 在古时候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而现代由于空中交通工具的发展 人类从空中俯看地面的时候 有一个淡字 淡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暗淡 四声淡 淡也可以写成这样的淡 就是吃东西的意思 如淡饭就是吃饭 随书的《贺若碧传》当中有 文帝曰 我以杨素高炯为宰相 如美昌颜 此二人为堪淡饭和夜 句子里的淡饭就是指 饱食中日 无所事事而言 另外近代有位大画家叫做顾凯之 他吃甘蔗的时候 喜欢从烧布向根部吃去 人家问他原因 他说渐入佳境 因为甘蔗靠近根部是最甜的 所以古人就以淡蔗来比喻 人的处境越来越好 苏式的诗中有 老境清闲如淡蔗 就是指此而言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有人不注意把看和淡都念成了感的音 像鸟看念成鸟感 淡饭也念成了感饭 这是相当不对的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就为您介绍到